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星期日 美國主流媒體集體宣稱 拜登已經獲得到270張以上的選舉人票 足夠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 其後陸續有不同國家的元首 向拜登發賀電 但是遲遲都未見得到中國的蹤影 當大家都以為中國是想靜觀其變 謀定而後動之際 竟然在今天下午 就正式壓住在拜登身上 向拜登表示祝賀 但是在時間點上 未免太巧合 因為特朗普剛才簽署了一道行政命令 就是限制美國企業和美國國民 向31家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企業進行投資 以及國務卿蓬佩奧 剛剛才說完 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番言論 下午大陸馬上就有反應 難免會令人聯想到 究竟大陸是否想借祝賀拜登 來反擊特朗普和蓬佩奧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看看 究竟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是怎麼說的 他就說 中方一直都關注美國國內 和國際社會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反應 中方就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 向拜登和賀錦麗表示祝賀 同時 同時也是理解美國大選的結果 是會按照美國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確定 其實這裏蘊含著一種神邏輯 一方面 大陸政府又知道 美國總統大選的終極結果 是要等到各級法院有了一個裁決以後 才會出台 但是另一方面 大陸已經急不及待地 向拜登和賀錦麗表示祝賀 你說這個某程度上是不是有些矛盾在裏面 同時也難免令人聯想到 是不是想借力打力 借勢反擊 借著祝賀拜登 來打擊特朗普和蓬佩奧呢 但是特朗普 一早就已經做好準備了 第一件事 就有這個最高法院首尾門 有六名法官是屬於保守派的 只有三名法官是屬於自由派的 第二件事 就是在12月8日 如果仍然有某一些州 選舉爭議選舉數還未結束的時候 那州的選舉人 就會由 州議院來提名 我也提及過 有很多有爭議的州當中 那個州議會都是由共和黨來主導的 你說由共和黨提名的選舉人 他是會投哪一個呢 第三 就是去到12月14日 選舉人團正式投票的時候 如果特朗普和拜登 兩個人都拿不到270張選舉人票 都不要緊 那個總統就會由 這個眾議院來選舉產生 眾議院就不是按哪一個黨多議席 就很厲害 而是 美國有50個州 每州就有一票 那個州的眾議員 就要協商 究竟投給誰 目前50個州當中 有27個州都是共和黨的眾議員佔多數 只有23個州是民主黨佔多數 你說如果一直拖到這一天才去投票的時候 哪一個會贏 所以特朗普一早就已經準備好很多東西 當然現在第一步就是要入稟法院 要法院 受理了接納了這些訴訟才行 如果法院打回頭的時候 那就搞不定了 好了 現在 大陸 這麼快就已經壓住在拜登身上 隨時有機會陰溝女翻船 也是清楚 搭沉船 不是說一定 搞得定的 這次 明明華人就有一句言語 叫做 小心使得萬年船 但是大陸竟然間 這麼衝動 去祝賀拜登當選 可能就意識得到 無論特朗普是否可以連任 他對於中國那種強硬的態度 就不會改變 而且只會越來越站得硬 所以就索性孤注一擇 買了去拜登那裏 好了 至於中國外交部怎樣來反擊蓬佩奧呢 又值得聽聽 他們就改了一些措詞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 蓬佩奧是出於一己的政治私利 至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於不估 顛倒黑白 偏造謊言 目的就是為了誤導輿論 擾亂視聽 進一步破壞中美關係 損害台海的和平穩定 蓬佩奧的險惡居心 一早就已經大白於天下 中方就要告訴蓬佩奧之流 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 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 都會遭到中方的堅決回擊 也都阻擋不了中國統一的歷史潮流 大家留意一下 在外交部的這段發言當中 竟然間是不存在有兩個非常熱門的詞彙 一個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另一個就是三個中美聯合公佈 究竟有什麼的玄機在裡面 大家看看台灣方面的回應 就會透露了一些端藝出來 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張淳涵 今天上午就提到 說有注意到蓬佩奧的談話 他就指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在兩岸和區域上 台灣一貫的主張 就是兩岸應該基於對等尊嚴的原則 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台灣也都將會持續 善盡國際事務 為台海和區域的和平穩定 以及繁榮發展貢獻良善的力量 大家留意 台灣方面 重提中華民國的老招牌 雖然目前執政的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一直主張都是要台獨 但是在這個時刻 他們就拿回這個招牌 為什麼呢 因為中華民國這副招牌 的而且確在目前這個世界上 仍然是具有一定的認受性 雖然認受他的國家就不算多 目前就只有15個邦交國 但是仍然是有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的就是 台灣那本的護照 他免簽國家的數量 是遠遠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本護照 這個代表著什麼 起碼是這些國家根本上承認了那本文 這樣就令到大陸都相當尷尬 中國目前現在所取得的外交地位 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得益於 在1971年3月的時候 基辛格秘密訪華 然後就去到1971年10月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正式取代了中華民國 在這個聯合國 那個安全理事會裡面的席位 從那時候開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真真正正是奠定了所謂正索的地位 因為都入了聯合國 而中華民國方面就宣稱他們自己退出 實際上來說 就算他們不退出 根本上他都會被這個決議淘搜走 只不過是為他自己保存著一些面子 好了 但是現在蓬佩奧忽然之間就宣稱 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 台灣的執政黨雖然有多少台獨傾向 但是 巧妙地搬回中華民國的百年老招牌 可以說是四兩撥千斤 一方面 台灣的說法又迎合得到蓬佩奧的言論 另一方面 又不會踩進了所謂的台獨陷阱 因為大陸就說明 如果台灣搞獨立的時候 肯定就會觸發一些軍事行動 大陸是不會坐視不理的 大家看到 現在這一位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他都只是 對於 蓬佩奧進行了口誅不伐 但是沒有遍言隻語 來提及過台灣當局 起碼在現在汪文斌的初步說法裡 沒有提及 之後怎麼說呢 就是之後的事 取而代之的是 怎樣也無法阻擋中國統一的歷史潮流 其實這就是 華人的那種大一統的情意 第一次 由中國政權來武統台灣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清朝的時候 派出私郎 來掃平南明的鄭氏政權 當時為什麼總是要掃平他呢 除了說在初期的時候 南明政權有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滋擾以外 其實更加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南明政權 雖然他是姓鄭的 但是 他就宣稱自己是繼承了明朝的政索 當他說自己是政索的時候 就是說你這個清朝政府 就是非法政權來的 因為正的相反就是邪 那你說清朝的皇帝 怎麼會容忍得到 讓這個政權繼續偏安下去才行 所以就怎樣也好 都要掃平他為止 所以其實歷史 就只是不斷地重複 當然現在中國外交部 壓住在拜登身上 如果特朗普真是翻盤成功的時候 到時 大陸就真的會自作自受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